目前這樣子 美國用利率 用匯率跟關稅 這三個厲害的地方 讓中國現在 在金融可控制的活水量 不斷的下降 怎麼下降法 中國現在的外衛存體 大概3.2兆美金 但是他美元的負債 美元的負債有2.4兆美金 你把他的外衛存體的3.2兆美金 扣掉2.4兆美金 他只剩8000億美金可應用 但是加上外國的投資 雖然撤掉了很多 現在大概還有400億美金左右 再把它扣掉 他可控制的金融的活水源 只剩7600億美金左右 另外一點是2023年 你看他的來自於貨品的貿易順差 是6000億美金 但是他來自於服務貿易的 他是逆差 服務貿易的就是類似什麼東西 服務貿易的類似像這種軟體 旅遊 像這些東西 他是逆差 2270億美金 你再把它扣掉 他實際上 他可動用了順差的金額 回到了10年前 回到了10年前 大概3700億美金 到3500億美金左右 這樣子的內容 你再把它回應 美國今年的國防支出 單單國防支出就八千八百億美金 所以兩邊的實力 在這個數字之下 數字台灣就是要數字 告訴大家 你對台灣要非常的陽光去看待 因為你的源頭裡面的 原動頭的美國在這個地方 他顯出的力道會嚇死人 第三點就是 美國這一次的經濟繁榮 是從消費 大家都知道 2019-2020 花了很多錢給老百姓 那個消費起來以後 接著有半導體跟AI 帶出來這個循環 尤其是AI 這是一個產業創新 這個產業創新 就美國過去50年歷史來看 每一個產業創新出來 它最少有10年的經濟循環 裡面GDP的成長平均 都會增長 百分之2.5以上 所以用這樣去看AI的成長 是這一次的主軸 從哪裡去看 2023年全球的AI投資 430億美金 美國就占了310億美金 中國只有20億美金 你就知道這一場 來自於開發國家的產業創新 幾乎已經決定了地元政治 也已經決定了地元經濟裡面 所要形成的這個內容 所以用這樣子的內容 那AI裡面 尤其AI5大家知道 AI5裡面只有一家是叫台積電 這個台積電裡面所帶出的 整個半導體裡面 上中下雨的供應鏈裡面 幾乎拉出了台灣的向洋產業 從半導體裡面的設廠 半導體的材料跟製造 這產物從裡面所要AI裡面的運算 運算裡面有伺服器裡面什麼 伺服器的機殼 伺服器的散熱 伺服器的PCB的板子 伺服器的電子零組件 加上AI裡面的終端 AI終端裡面有什麼 在汽車裡面有電動化汽車 智慧製造 還有機器人 還有軟體 所以整個第一個主軸 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從GDP的延伸裡面 美國的勝出 已經非常非常的清楚 台灣在這樣的思維 邏輯之下 你對台灣特別要記住 再給大家講一遍 台灣會在不斷的進步跟演化之中 會不斷的欣喜跟困籌並行 但是台灣不斷的在奔跑 所以你對台灣不要別關 你要向陽 既然要向陽的面對台灣 你對股市 不要因為這幾天的下跌 這個過程你不要在意 台灣的股票市場 沒有天花板 現在真的沒有天花板 你要樂觀